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技扶持偏动力 种业集群助发展 在旺青 核道插流不低波 积极致力显成效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展播室的是水道栽培专家 林凤楼老师 林老师好 主持人好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6-8627-8628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答 近年来 震来县水田面积从70万亩增加到145万亩 在省内形成规模优势 同时当地在大米的品质 产量 营养方面加大投入 积极推动震来大米的品牌建设 稻米加工车间内 工人们忙着加工订单 机器开足马力加工 包装稻米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精准定位推销人群和包装策略 真空包装的未来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趋势 再有高端人群 我们现在主做的就是高档的礼盒 好地 好水 好项目 稻米才有好前景 写好稻米品牌文章的背后 富农是激发产业活力的关键 农商互助 互惠共赢 是米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我们一般的水稻是一块四毛五左右 就是一世斤 我们在真正收购的过程当中 达到一块五毛五或者到一块六 每世纪能增加英国钱的收益 整个下来连增产 在整个价格的增加 应该农民征收两千元左右 是没有问题的 善国雷家住嘎石根香乌鸦山村 以前他只有两亩田地 即使都种植高产水稻 收入也不到三千元 单一个体的农民 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从总的选择 技术学习 到粮食销售 都需要我们自己个人去处理 2014年 善国雷与豪宇集团签订劳作合同 企业统一提供耕地 统一购种 统一质保 统一加工销售 需要善国雷尽管的土地多了 制约产量的稻温病 也得到靶向消除 加工和销路都不再操心 他只需要种植田馆 就能获得可观的收益 你看我这买一样的农具具 不止两百万吗 是吧 十年前我只有两只手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实际性的收服力吧 稻米产业链不断加务的同时 当地不断加强大米品牌建设 拓宽稻米产业化发展模式 促进线上电商销售 线下实体运输 已拥有有机大米品牌十余个 绿色食品大米品牌近40个 注册大米商标逾110件 有效带动5356户 9569人脱贫 目前全线年加工优质大米 65万吨以上 商品交易量55万吨以上 我们针对南方市场需求 积极参加展销会 成立盗米产业协会等措施 仅仅卖水道 我们每公顷就会为农运增收 三千五百元以上 大米的价值就更高了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 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这位朋友您好 请讲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气温低那个相对于四五度 预党能行吗 问问老师 你家是哪个县的 我是榆树县的 榆树县如果大棚现在可以预苗 什么原则呢 就当晚上最低温度高于零下五度情况下 大棚里是不上洞的 这是你是吹牙播种可以预苗 没问题的榆树这 好 有关近期春耕生产的相关注意事项和问题 稍后我们请林老师逐一的解答 那林老师 在我省西部地区发展水田的种植有哪些优势呢 我省西部地区 它是以维尔的楞江流域 就是松楞平原 它点阳特点是啥 荒地多 草原多 气耕地多 就是生态环境非常好 但它的一个大特点就是降雨偏少 种旱田种啥基本是不得的 春季干旱 夏季干旱 秋季还是干旱 这降雨基本上是达不到500毫米 就是这种生长季节 但是它地表水不缺 你比如说它沿着楞江流域 水水源很丰富 地下水源又很丰富 所以它啥呢 它就适合开发种水稻 种水稻好有点 一个是通过去水稻 因为水稻田它是很好的人工实地 改善了那些干燥的气候条件 它也是地下的一个功能渗 第二 水稻田以后 它盐碱地 种到水稻比较耐盐 所以种到比较适宜 而且种水稻 还能种出绿色 有机高端的大米来 特别是白城地去种弱碱米 现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可以说种到 通过种水稻能达到 以种到来改善生态 以种到来改善盐碱地 以种到来增收致富 效果还是很好的 那么针对这样的条件 对于农卫朋友来说 应该如何利用好这样的优势 应当说 近期我们镇来地区 整个白城地区正式开发 叫河湖联通 实际上就是把水系 把各种江水引到那里去改善生态 提高地下水位 而且提高地表的蓄水量 所以通过河湖的水来 进行种水稻 可以说的优势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优势 种好啥呢 种好这个地区的 没有污染的水 没有污染的土地 种出它有特色的弱碱大米 种出高端米 来产来征收致富 好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随着春耕生产的日益临近 水稻育苗的工作 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 而春小麦的播种工作 已经开始了 在柳河县高台村 石里乡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育苗大棚里 机械轰鸣 悬耕机正在大棚里 实施悬耕作业 为水稻育苗做好准备 在一个大棚吧 有就是一亩多地 我通常一天 一颗悬耕机就能选20多个 据了解 合作社共建有 育苗大棚52个 这些大棚不仅服务于 合作社的1200亩水田 还承接了周边乡镇的 5800亩水田的 插秧幼苗订单 需要近5万斤种子 培育出14万盘养苗 从3月22号开始 合作社就组织人员 开始为水稻育苗做准备 机械化 选耕机械化平床 机械化育苗 现在这个机械化 对我们这个作业 是非常的好 省弃了不少营工 也省弃了不少 这个劳动力 特别好 柳河县有水田32万亩 为了补物农石 连日来 柳河县稻米企业 合作社和稻农们 积极清理育苗大棚 准备育苗土 制苗床 为4月上旬开展水稻育苗 打好基础 同时 农迹人员深入乡镇 指导水稻育苗准备工作 为水稻生产 抢农石 枣播种 枣茶秧 促生产 夺高产 提供技术保障 在前安镇祥子村 海瑞特色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 也是一派繁忙 农户们驾驶着播种机 抢抓时捷播种春小麦 轰隆隆的拖拉机 沿着田笼快速行走 后面连着的联合整地机 埋茶 悬羹 齐笼 一气呵成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6公顷的土地 就已经完成播种前的所有工作 2200斤小麦种子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全部完成播种 先悬地 使那个播种机播种 播种完了 再喷上 就是浇水 一天能种个70多亩吧 据了解 接下来 海瑞特色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完成玉米 小麦 骨子等7个品种 共36公顷的播种作业 刘老师 咱们省水稻育育苗的工作 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这项工作对天气条件 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 可以说 我们吉利省的气候条件 玉苗 应该说播种最佳时间 还是在4月1号 到4月15号之间 但这里头有一个基础指标 就是连续 5到7天 晚上最低温度 一定高于零下5度 为啥高于零下5度 一般现在育苗叫大棚育苗 只要气温在零下5度以上的情况下 大棚是不结硬的 是不常动的 稻苗我们的水稻肿 在湿润条件下 或催加条件下 能耐住0度的低温 是没有风险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省安全的育苗期 应当说在4月1号 到4月15号之间 最佳期在4月5号 到15号之间是最佳的 现在大量育苗是没问题的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当前省内多数地区水稻育苗的工作刚刚开始 不过在树兰市平安镇金兴村 很多农户家的育苗工作已经结束 进入到彭市管理的阶段了 金兴村是当地最大的朝鲜族村 农作物以水稻种植为主 近年来金兴村积极引进新的技术 新的模式 使水稻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 有效地带动了村民增收制服 每年春季 金兴村的育苗工作都最先展开的 特别是近几年 一些种植户采用了甘子玩化育苗法 有效提高了秧苗质量 提前了插秧时间 所谓甘子玩化技术 是指对甘稻种直接包衣 直接播种的一种育苗方法 由于甘子玩化技术省略了 禁种催芽的过程 因此在育苗时 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较高 而近年来 金兴村一些种植户 建起了标准化育苗棚 秋冬季节 还可以进行蔬菜生产 与过去小拱棚相比 标准化育苗棚 提温快 控温 控水方便 棚是利用率高 控制温度 把这个卷软器一提 一提就提起来 810米直接进一提上 以后就能通风了 温度降下来就随时摇下来 对啊 那水分呢 按照水分是里边有味喷 我那个一喷就行了 一推杂就能味喷 据了解 使用了标准化育苗棚 和新式育苗法后 育苗时间可提前两周左右 插秧时间可提前一周左右 为夺取水稻高产打下了基础 同时 金兴村还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与相关科研单位紧密合作 有序推进新品种应用 绿色有机种植等使用技术 使水稻产量与质量都大幅提升 增长20%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效果 普通的水稻种植产量大约有 一公顷一万五千斤左右 卖水稻也就两块 两块二到两块三之间 一商店能赚个五千左右的 不过那个有机水稻 比普通的水稻价格贵一倍 这个一商店能赚个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之间 林老师 这种甘子文化育苗法有哪些特点 是否适合大面积推广 甘子文化是一个新技术 也就是说把嘴道的甘种子进行包一 完化以后进行直接播种 这个我们也做了多年的实验 得出结论看 因为它现在整体技术还不是完全成熟 它的特点在哪 就是优点省势了 到了不用进种 不用消毒 直接把消毒剂包上以后 完化以后就可以播种了 省人省势 但是它的缺点有几个难题 第一个甘子播种 叫我们常规的吹牙播种 晚出苗五到七天 所以农石抢上去 第二甘子播种以后 一旦大棚我们的地膜付不好 湿都保不好 它出牙出苗是不整齐的 出苗不整齐的时候 我们的农民就会及时补水 补水之后它就给封闭出草剂 和水就容易浸透到生长点上去 就容易产生要害 它是一个矛盾 你要是不打出草剂 等出苗以后再打出草剂 可能草长大了 打出草剂的时候 你要是容易产生要害 所以整个这个技术现在看 不尽完善 现在看 专家 多数人家 还是不主张大面推广 种塌前要谨慎 地一定底上水浇灼 地一定附土要厚 地面床面一定要附地膜 而且一定在出其苗以后 再进行浇水 否则容易产生要害的 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出苗变晚了 出苗不整齐了 这也是我们专家不提倡的 这么一点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关爱心脏病 脑血管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并发症患者 吉林省救治万人心脏病 脑血管病康复工程 正式启动 如果您是上述疾病患者 欢迎您拨打电话 043189625555 申请援助治疗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在公主岭 科技扶持天动力 种业集群助发展 在光清 河道插流互低坡 积极致力显成像 水稻栽培传家 林凤楼 做客演播室 解答生产相关问题 乡村四季12316 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关爱心脏病 脑血管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并发症患者 吉林省救治万人心脏病 脑血管病康复工程 正式启动 如果您是上述疾病患者 欢迎您拨打电话 0431 89625555 申请援助治疗 近年来 公主岭不断发展 壮大种子产业 通过壮大种业销售网络 培育龙头企业 加快推进新品种选育的方式 推进种子产业 不如发展 快车道 记者在企业包装车间内看到 大型机械正在有序作业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种子从入库到筛选 都有专业人员进行跟踪管理 确保出库的每一粒种子都合格 公主岭市铁北种子销售一条街 有120余家种子经营业户 年交易量能达到7400万斤 这种子我种过这几年都不错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有些种业不仅销售玉米 水稻 黄豆 高粱种子 还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 帮他们推荐种子的实用情况 包括它什么地块 实用什么种子 主要是推荐技术方案 包括什么肥的农药怎么使用 近年来 公主岭市不断加快 推进新品种选育 其中 种子生产企业 自主繁育的玉米品种有410个 水稻品种155个 大豆品种38个 并先后多次获得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 同时 多次承办 国家玉米新品种区域性集中展示 和国家玉米基收子力现场观摩等活动 经过多年发展 公主岭种子生产企业的数量和规模 都位于全省前列 共有持证种子生产企业55家 年生产经营种子量约1.4亿斤 林老师 农民朋友在选择新的品种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选新品种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个呢 输期 一定要适合你当地的书期 因为这种子在说明书上 它最后一条有个适应区域 你比如适合长春的区域 你家是否在农安 德惠 渝树 九台等 如果没有你家的区域 你千万不要买 第二个 买新品种 你一定是近几年新培育成功的 你比如它有个审定编号 2019 00几 2020 00几 就是近一两年新培育的品种 相对是好的 那你说你2008 2007老品种 居然别选了 第三呢 一定看种子这个标签上的说明书 它是高产型的 还是抗导型的 还是优质型的 还是是否抗病 这样你一定要看懂 第一次你要啥呢 说是要到大型的 有科研实力的单位去购买 再一个就是要咨询之间专家 再一个就是你看看你去年 你左邻右舍 春屯 谁家的品种好 多关注一些 还要到种子生产企业的 实验田去看一看 从中眼见为时 这样选择品种在那儿安全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天气转暖 冰雪消融 汪清县骡子勾振 积极行动 开展集中整治 村庄整洁 河道插流等行动 掀起了农村环境整治的新高潮 日前 在汪清县 罗子沟镇 古城村和城子后村交界的 随分河河段 近百名村民 正沿着河道沿岸插流 随着一株株的新流 被植入土地 原本光秃秃的裸露地 顿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据了解 城市后村村里河坝路段农田交错 每年汛气一道 农田被淹 生态环境受到很大影响 今年通过全镇开展的河道插流行动 沿河的地就不容易被冲毁 可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损失 出动了沟机 铲车 提前做好预备工作 拉土 我们共插入柳条300多米 据了解 柳树对生长环境要求低 易成活 生长快 能够反复采伐 一次造林长期受益 对我们这个河堤和耕地 有一定的保护 也启定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不但可以美化环境 净化空气 最主要的是可以固按 固低 防止水土流失 防灾简单的作用 截至目前 汪清县罗子沟镇 已出动人员1000余人次 机械设备30台次 清理农村卫生死角垃圾200余吨 清理河道垃圾100余吨 储备柳枝1万余株 完成插柳河道长度3.6公里 使各村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德惠的网友咨询 水稻什么时候下肥最好呢 林老师 水稻下肥有这么几个特点 底肥下肥 一是在悬地的时候 或翻地的时候 把肥埋在土壤以下 或者在查央的时候 侧身四肥 随着查央把肥料下到 到脑的根系的5厘米以下 这两个时间下肥都可以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再次停 无人机发挥大作用 统防控制 效果明显 明日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关爱心脏病 脑血管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并发症患者 建立省救治万人心脏病 脑血管病康复工程 正式启动 如果您是上述疾病患者 欢迎您拨打电话 043189625555 申请援助治疗 好 再来关注 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供求信息 这位朋友打算出售脱壳高粮 净粮500左右盾 也就是100来万斤呗 数量可不算少了啊 药价2块02分 所以要是购买的话 打这个电话 15834884292 这位朋友出售半赏地的小根蒜 说是质量很好 这小根蒜可不简单呢 学名谢白 俗称大脑瓜 可是上号得蘸酱刺啊 半赏地的产量可不算少了啊 谁想成批抓货的 你可就掏上了 质量杠杠的 联系人 韩女士 电话18744442733 长春郊区有一个名叫 硕果累累的家庭农场 这几年鼓得出几种绿花树苗 打算开春栽树的朋友 可以给农场置上一店 联系联系 电话号码是 13578654803 长岭的朋友打算出售农村小果园 下蛋溜达筋100只 吃肉炖汤 吃蛋 口感都是一流的 100块钱一只 看人家小壳烙的 干脆利索外加清楚 联系电话是 15834884292 还说了一句 欢迎打扰 有意思吧 招工了招工了 前安县浩宇农业招聘 养牛工人了 要求55岁以下男工 夫妻工也行 夫妻工年工资 7万2000元 年终奖2万元 男工年工资 36000元 年终奖1万元 试用期一个月 有没有经验和责任心 一试就明白了 联系电话是 13353173555 再来关注 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4月7号天起 长春晴转多云 零上9到零下2度 白城多云转晴 零上13到零下4度 松原多云 零上9到零下1度 四平晴零上9到零下4度 辽园 晴转多云 零上8到零下2度 吉林 晴转多云 零上9到零度 通化 晴 零上8到零下3度 白山 晴转多云 零上7到零下5度 延吉 晴转多云 零上8到零下3度 长白山池北区 晴转多云 零上8到零下4度 粮食主产区 天气预报 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 晴零下3到零上8度 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 晴零下2到零上13度 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 晴零下4到零上18度 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 晴转多云零上2到零上20度 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 多云零上6到零上15度 针对目前的天气条件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 吉林省气象台的记者贾雪梅 了解一下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雪梅你好 上周呢我们迎来了 24节气当中的清明 清明过后呢 气候转暖草木蒙动 对于我们东北大地来说 清明节过后啊 春耕活动也就开始了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 位于松原市的长岭县 来实际看一下 目前农田的状况 像这个贝根生产呢 这个主要看这个土壤解冻情况 还有土壤温度 土壤湿度 那么今年这个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气温比较高 这样呢土壤解冻是比较快的 土壤这个温度上的也比较快 那么降水少一点呢 这个土壤的湿度呀 也是这个略低一点 像这个条件呢 对这个土壤翻根啊 灭榨呀 这个田间整理啊 都是有利的 所以说呀 今年这个贝根生产 这个条件是挺好的 那么这个农民整地 贝根 食肥 这个工作呀 都可以略为提前一些 据气账部门预测呀 这个未来几天呢 我省还是气温属于正常 这个降水稍少一点 风力也比较大 这种条件呢 对这个贝根生产呢 贝根整地呀 这个灭榨呀 都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都是比较有利的 西部地区啊 还是这个比较干燥 还要注意这个立足 这个抗旱播种 在这个贝根整地和播种阶段呢 都应该这个因地制宜 不要过晚 也不要过早 这个时时为好 主持人 我们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好 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白城的王清明咨询 水稻出牙率多少最佳 少于多少需要更换呢 丁老师 水稻出牙率呀 现在看我们吉利省的出牙率 一般都是在国家标准是高于85 就不低于85 但是我们建议最好达到95 就是一等一类苗达到90以上 当然育苗的时候啊 牙率我还讲成苗率 一定达到成苗率过90以上 你再用 低于85就不能再用了 必须更换 下面是长春的网友咨询 育苗土多厚正好呢 它这个多厚啊 一个是央牌底土多厚 和副土多厚两个概念 羊排底土厚啊 应当在不低于两公分 相对来讲 在播种前的底土相对厚一点 营养土多 养分多 羊毛健壮 腹土多厚呢 最好是0.5到1厘米之间 也就是一扁脂后 把子孔子扇盐被加 下面是永吉的网友周明明咨询 预防公道子用什么药好使呢 对 这个是难题 预防公道子 目前看 经过我们多年做实验看 用情绪菌脂效果比较好 或者用含有本环蜜菌脂 或者加物测存症的药类 相对是好使的 今天的网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